国民党台东县党部中山堂 聚集来自台东各个阶层的妇女团体 13号上午在这里举行妇女社团公益大使适施活动 我想在这边首先要表达对所有我们妇女姐妹的感谢 包括平常的服务工作最好的推手跟最有爱心 让我们台东更加发光发亮的各位妇女姐妹 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创造出来的这个方式 每年花很少的钱 然后把风沙的问题 有没有彻底解决的 没有也有90%对不对 明显的改善了风沙的问题 我们不管在硬体的建设 我们不管在光光的行销 不管努力怎么样去推动 让更多的人来到台东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很成功的作为 由县长黄建廷为县内具领导性的妇女干部 亲自围上粉红色的领巾 希望妇女团体能有女性与生俱来温柔的力量 透过实际走访民间服务大众让台湾更美好 当天11点40分左右 由随护培行副总统吴敦义南下行程 首站就来到活动会场获得妇女们的热烈欢迎 难得近距离看到副总统一批接着一批 妇女社团成员真相与副总统现场合影 国民党妇女基础工作深耕已久 能不能打赢年底这场选战 这群身着红粉色系的妇女们 成为影响选情的关键者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道